朋友们好,我是新血管汤医生 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去医院体检 有时都能查出来颈部血管有斑块 那么我们颈部血管斑块到底该怎样治疗呢? 有的医生说,只要血管有斑块 我们就必须吃他听加阿斯匹林 那也有的医生说,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所以搞得我们很多患者非常的迷茫 到底该不该吃他听的加阿斯匹林呢? 今天我就把这个问题和大家彻底的讲清楚 首先再要明确,这个颈部血管斑块 它其实是我们血管的一个整体的反应 因为颈部血管它比较表浅 我们做B超可以直接能看到颈部血管的情况 它是否有血管斑块 我们全身的其他血管相对来说检查就不是太容易 因此如果颈部血管出现了动脉中央斑块的话 那么你可能你的身体其他部位血管也可能会有斑块 如果表现在冠状动脑上 那么有可能会出现冠状动脑阻中央斑块 如果发生在脑部血管 那么脑部血管同样也会出现动脑阻中央斑块 会导致脑血管的狭窄 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脑梗塞 因此咱发现颈部血管斑块 大家一定要重视 一定要进一步评估你是否存在很多的新血管危险因素 导致血管斑块形成的原因 并且要积极的控制防止斑块进一步进展 血管斑块如果也比较小的话 比如说狭窄50%以下 我们需要通过严格的控制生活方式 降低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来积极找出我们动脑中央硬化的原因 并加以去除 第二个方面 如果你的血管狭窄超过50%以上 这种情况有可能导致脑供血不足的这种可能性 有可能会出现相应的症状 那这种情况我们建议需要积极有效的去进一步治疗 第三种情况要看它斑块的稳定情况 如果这个斑块不稳定 进展比较迅速 我们通过定期复查发现 这个斑块不断的在进展 这个时候就需要积极的进行药物治疗 控制斑块的进展 第四个情况要看看这个斑块是不是软斑块 这个斑块一般分为硬斑块和软斑块 所谓软斑块就是斑块表面的一层膜 相对来说比较薄 容易破裂 容易形成血栓 这种情况需要积极的进行治疗 当然如果是硬斑块表面有钙化 或者这个斑块表皮比较厚 血管斑块就不容易破裂 像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根据以上的分析 我们可以明确的得出结论 就是以下的四种情况 需要吃塔丁类加阿斯匹林 第一种就是低密度质蛋白明显升高的人 因为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明显升高 它是动脉周样映化的根本 只有把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降到比较低的水平 它才能有效的控制动脉周样映化的进展 第二个就是对斑块进展比较快的患者 第三个就是对软斑块不稳定的斑块 第四种情况就是核病糖尿病 冠心病等这些高危的人群 以上这四种人群都需要长期吃塔丁类加阿斯匹林 当然我们对于这个稳定的斑块 如果斑块比较小 血管的堵塞不足50% 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在积极的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 可以密切观察暂时不要吃药 如果有的患者虽然他的这个危险因素比较多 是新血管的高危人群 但是呢 他通过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 能把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控制在1.8毫米尔每升以下的话 像这样的患者呢 也可以暂时不吃塔丁类加阿斯匹林 进行密切观察 以上呢 就是我们关于颈部血管斑块 他的治疗的一些原则问题 希望呢 对您有所帮助 欢迎您关注转发 朋友们下期再见